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创业英雄会 成就每一个梦想 究竟是什么项目让他夸下如此海口 身临其境 看遍市场海市蜃楼 为何让现场嘉宾质疑不断 你没有绝对优势 没有叫绝对优势 只有叫相对优势 短门就短门了 一个千亿级的市场 的确是一个红海市场 你教育市场的成本特别高 一定会走向一个死活动 他说他的项目不需要图纸 就能了解工程管线的位置 提高我们的验收效率到30倍 投资人会买单吗 先驱变成先烈的这个问题 可能还没找到这个市场的一个痛点 去明镜的打击 更多精彩内容就在创业英雄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英雄会 汇聚创业理想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创业英雄会 我是主持人静强 我身后的八位投资人 将对今天的创业选手展开重重考核 欢迎他们 来隆重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现场的创投轮值主席 他就是新龙外控股 董事长曲静东先生 欢迎曲先生 创业英雄会栏目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小微一带 助力小企业 带来好未来 最近一段时间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经常有一些人 来分享一些网红的餐厅和景点 来打卡 同时也愿意分享给大家 我们有一位创业者 创造了一种非常新颖的展览形式 让那些比较枯燥的展览 瞬间成了打卡地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来看看 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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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 加油 相信你 大家好 我是全一鸣 欢迎来到我的奇幻世界 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 光影展馆 来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未来的科技生活与体验 伴随科技的发展 人们对文化 艺术 科技的追求 也逐渐提升 对于像展览馆这样的体验场所 需求也有所提高 像这种静态普通陈列展馆 至少我是没有什么兴趣了 虽然有部分展馆 开始应用了声 光 电等技术 让用户有了新的体验 但是呢 也存在着技术不成熟 制作成本高等问题 导致更多的多媒体技术 无法应用在展馆中 为此我们用了两年时间 研发了数字互动艺术平台系统 为传统展览馆 提供高科技的互动体验 下面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大家请看 欢迎来到我们的黑科技互动体验区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研发的手势识别 人脸识别 多点触摸 雷达 体感 14种互动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研发的手势识别 可以实现精准的捕捉 和识别任意动作 大家请看 现在画面上出现了一个乐队 这个乐队呢 会根据我手势的高低 来调整演奏声音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互动体验十分的灵敏 而相比同类技术的互动体验 每次操作会延迟约0.2秒 会卡顿 大家想一下 如果当人们多次互动时 那么会发生多么糟糕的体验 千万也不要小看这0.2秒的差别 要想实现零延迟效果 至少需要六个月的研发 才能实现这样的精准体验 这种手势识别互动技术 可以应用在展览馆中 让每一个小朋友都变成指挥家 去点燃他们内心 音乐梦想的种子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沉浸式体验区 在这里 我们可以自由创作各种场景 大家请看 我的面前出现了三张照片 大家看我的右手 拿起三张照片 贴合到对应的空间中 点击合成 即刻体验 进入式聚目投影 就这样 我们跟随数字艺术家 来到了海底世界 像这种技术 我们可以应用在 各种艺术展览中 让观众时而花海穿梭 时而置身于空陵的山谷中 享受非比寻常的 新型看展模式 刚刚这个沉浸式体验 专业团队制作 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而我们呢 结合独家算法和系统模板 只需要两天就可以完成 市面上 一个手势识别互动开发 至少需要三十万 而且效果难以精准把控 而我们呢 只需要一年十万元 就可以进行展示互动的 制作与开发 大大降低了成本 这是我们的艺术漫游区 我们现在联合国内外 二十余名数字艺术领域的 艺术家 进行联合创作 同时不断整合头部的艺术创作者 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 供客户使用 打造业内高标准的设计内容输出 在我的奇幻世界 你的奇思妙想 我们都可以将它变成现实 让人们体验到 未来科技的魅力 目前我们已经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两项 实用新型专利六项 软件著作权二十五项 2020年1月至今 销售额达九百余万元 身临其境 看遍世上海市蜃楼 谢谢大家 欢迎一鸣来到 创业英雄会的舞台 来 先输入你今天的融资需求 好 告诉我们大家 你今天出让的股权比例是 我今天出让的股权比例是 百分之十 出让百分之十的股权 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你的这个 整个这个展览的这个过程 确实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还有没有其他的视频影像 让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今天也带了一些作品 请我的小伙伴帮我播放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大家看到的 是在中国数字大会中 我们运用三维技术 还原大海的汹涌浩瀚 也提供了光影舞蹈秀 构建成一幅绚丽的 动态数字图景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 数字自然展中 我们利用全息投影技术 将光影交错的视觉效果 巧妙融入历史建筑 天手阁之中 以此展示建筑艺术的 魅力和美感 另外我们利用很多空间 打造了大量的主题系列展 比如这种环绕式三折目 梦系列 随画面逐渐聚拢而来 真实感受到梦的形态 还有绿剑梵膏系列 让观众通过数字技术 与空间艺术交融 走进梵膏笔下的数字世界 感受跨越时空的艺术大作 看起来你这个视频作品 还真的是挺丰富的 而且还是非常美的 提到你这种科技前沿的技术 我们总能想到 我们节目当中的 一个科技前沿的人物 小创哥 来 我们来问问小创哥好吗 小创哥 小创哥 大家好 我来了 小创哥你好 这种科技前沿的光影效果 你能做出来吗 我代表的是人工智能 他们更多的是 将艺术与科技相融合 咱们各有千秋 说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具备跨界艺术 和科技的能力呢 我们的团队由设计师 工程师 极客开发者 艺术家 组成 我们的团队呢 是在各个领域 数据有专攻 一个复合型的一支创意团队 我们专注于算法 还有内容的研究 我们希望能让人们 提前享受到 未来的科技生活 很棒 让我们一起 为未来的智能生活 我努力吧 好 谢谢小诚哥 谢谢 到时 好 接下来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 融资论件 先来听听曲总 对这个项目的看法好吗 我看了确实很炫 因为我也去看了很多 这种包括一些展示互动 这种体验 那你这些技术当中 你的主要的客户是谁啊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客户是面对行业里 为展馆 会展 会议品牌的一些服务商 计程商 我们提供整体的系统 包括内容 然后计程商 去将我们的内容进行移成和制作 服务于中端的客户 现在一共有多少客户了 在用你们的产品 现在用我们系统的话有30家 那你这些客户的这些需求 在方案设计啊 产品提供上 它的这种 就是它都是非常个性 还是说你有很多共性的互通 每个客户需求不一样 但是呢 在一些交互体验 算法 功能 比方说像手持识别的互动 人脸识别的互动 物体识别的互动上 这个是共性的 所以说我们为行业的集成商 提供了我们的系统平台 和底层算法 同时呢 有个性定制的客户呢 有需求 我们也会为他 做一些定制的服务 我过去这一两个月 去过很多城市 都有非常大的那个展示馆 展示它城市的风暴啊 规划啊 还有一些就是 未来的互动体验的 这种展示对吧 未来这种展示馆 科技馆 我觉得这些需求 应该也是很大的一些市场 所以去总还是对这个市场 还是充满期待 觉得还可以是吧 对于创业来说 这肯定是一个 有机会的市场 比如像城市这种场馆 一般就是几百万 是吧 几百个城市 而且它也不会说 是每年都要去搞 每年最多提供点服务费 所以这个市场 到底有那么大吗 这个市场 至少是一个 千亿级的市场 第一点啊 中国的展览馆的数量 就是非常庞大 每个展览馆 以前更多还是静态 它需要用大量的 科技的互动体验 去吸引更多的流量 所以说在会长这个行业中 这个频次高频 刚需 第二点呢 是现在这两年的话 数字化改革 是一个大的趋势 数字化的体验 也是并入到这股 洪流之中的 你是想做一家 很舒服的公司呢 还是想做一家大的企业 就是年轻人创业嘛 第一个 每个人都是有梦的 我希望呢 在我未来的话 我们真正啊 能去把未来的一些 科技体验 让人们去感受到 这也是我们当时 创业的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能打造一个 未来科技的一个 网红展馆 这是我们的整体 做展馆的 唯一的一个目的 曾经投过一个 也做类似事的项目 有点遗憾的 这个项目 一直没把市场 特别地开拓起来 大概在20年前 我曾经做过 跟你一样的事情 但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 每一个馆 它的需求是个性化的 你很难用 你标准化的产品 去服务于 每个个性化的需求 首先定力化的需求 是在内容上 而现在的互动体验 像手势识别 人脸识别 红外 体感 雷达 这样的互动体验 是标准化的 内容我们是开放的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一些艺术家 创作者 内容的服务商 来去创造内容 嫁接在我们的系统上 打造高科技的体验 虽然有这方面的需求 但是有限的预算 可能又是成为 你们成交的一个障碍 以前的话定制成本 的确很高 一个几十万 而现在我们的系统 是收服务费 一年十万元 利用我们的系统 去进行展示 互动的开发与制作 降低了成本 当你的技术 过于前沿的时候 你对于还在思维上 或者是一些需求上 还没有起来的这些客户的话 你教育市场的成本特别高 现在是个早期市场 我们希望能在 就是全国的各个优秀的 一些地标性的城市 打一些好的地标 让更多的人 看到一些好的内容 从而更多地来找到我们 我们就可以去扩展 更多的集成商和合作商 其实我们投的有一家 已经融了几十亿美元 然后市值现在也 超百亿美元的 这样的人工智能企业 他们其实在各地 都在做同样的这个事情 未来您的这个机会 是在于是说 跟这些大的 大的这些人工智能企业 去竞争那些高端的 那些项目呢 还是这种相对低端一些的 这个市场上面 去做您自己的这块市场呢 我认为高端还有低端 我们都是可实用的 我们只是提供了 一个系统的工具 创作呢 您只是利用我们的工具 去创作出展示和互动 我们在做展示互动的时候 我们更专注的是 用不得一些体验和展示 而不是说打造一个 可能纯AI 纯人工智能 纯科技点的 这么一个技术性项目 因为我们的定位是 我们是融合了文化 艺术科技的 一个综合性 速度化展示项目 你到底你在两条线上面 在这个系统的出售 就是2B这条线 还另外一条 在内容的制作这条线上 二选一你选择哪一个 目前我们对于内容和2B 其实两方面业务都有 但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一定是提供系统的服务费 因为这块好裂变 市场的增长快 它的确是一个鸿海市场 你在整个市场和应用端的 这个角度 你有什么样的开脱的 不同的想法 国内的话有5000家 就是属于纯实做多媒体的行业的 那5000家的话 如果说每人一年10万 每家公司 那是每年的话 有5个亿的市场 而且我们是国内 目前软件范畴中 虽然它是唯一一家 真的是可能 不需要开发者 懂技术语言 简易的图形化变成 就可以快速进行 展向制作的公司 确实市场是大的 但是大家觉得说 你的技术不够已经 你的品面不够 你年轻 市场不一定是你 我认为你这公司 一定会走向一个死活动 展览展示的机身商 有几万人 如果说每一家的话 我们占一个存量 这个存量市场 就非常非常足够大 我们的系统的话 裂变性是足够的 而且爆发性增长 也是足够的 第一个 就是我们从最开始 创业的时候 一直是给一些行业的 大公司机身商 做一些底层算法 积累一些机身商 第二个是 我们每一个科技展项 当放到这个展馆里的时候 自动就起了传播效应 所以说这样的话 也给我们来一份客户 第三点 现在我们主要 针对于各个 针对于地方政府 因为他们主要 打造新区的倾向 包括做招商 而且招商大企业 它也需要做展示 比如说我做一个 跟你像类似的技术的 这样一个公司 但是我的市场的 开拓能力又比你强 你怎么样来把我干掉 听了半天 我怎么觉得 安阳你是想再创立一家公司 来取取经呢 其实我就是想让他完成 我未完成的梦 在二十年前 我曾经做过 跟你一样的事情 但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 但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 失败告终的 失败 因为从我们自己 目前团队的情况来的话 你本人是学金融的 其他几位团队的小伙伴呢 如果我们光从经历来看的话 好像并没有在之前 有特别大的这种领先优势 我认为好的创业者 可能会有两种 第一种什么呢 就是可能出身名文 名校背景 所学专业非常对口 然后它会是一种赛道 还有一种什么呢 是真正扛过枪 受过伤 流过血 这样的创业者 组成了一个团队 我从我2012年开始创业 到现在的话 应该是七年多嘛 然后我们这支团队的话 凝聚力一直很强 我们现在的 公司的一些核心人员 都已经在一起 七年多的时间了 也是我们对这个 大家心里 都是希望能朝着一件事 一个目标 然后一个梦想去努力 虽然可能偏草棍那样的团队 但是 在多媒体这个行列里 可能并不是像AI 包括智能算法 我们在这个里面 从业的经验够久 这个团队里并不是没有 不核心人才 对 加上我们持续经验 包括我们团队优势的人才 一定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优势 你的 现在做这个技术 本人来说 其实门槛不是很高 因为你的核心技术 基本上都是继承的 感觉就是门槛比较低 你可以做一家赚钱的公司 但是不一定能够做一家 能够特别大的一个公司 这样的技术的公司 看起来 也应该不是特别高深的门槛 没有特别核心的 就是优势的话 你很难做那种头部 非常的 有这种比较好的性价比 比较好的这种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事 我们的核心优势 我们不光在每个点上 做到深入化研发 同时我们做一些 大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汇总 我们里面系统中 涵盖了14种互动功能 28种交互算法 我们更多的是 把技术普及化 用于给整体 现在的一个体验场景 你在这个系统的优势 和你的技术的优势 这个优势 你把它这一点做透 真正地把它应用到 你在给系统 真正做一个系统的提供商 我觉得可能是 你未来的出路所在 我觉得创始人很不错 就是面对 轻药力很强 面对各种问题 思考逻辑都很强 然后表达也非常清晰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创始人 肯定的市场 高频 刚需 每个人都是有梦的 但是这个项目本身 你没有特别独特的优势 也不是靠你的技术就取胜 靠一个优点就取胜 它是一个 看去又还不错 很好的一个创业项目 但是这个增长空间的资本价值 大家有点怀疑 这么一个项目 一名的意思是 我有综合实力 我靠综合实力来取胜 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都可以这样 但从资本的角度 你的成长性 你的核心竞争力 一拿出去 就一箭封鸿的 这个绝密武器 感觉好像不是很强 这个独门的绝招 我觉得很难用 我们也很难用 能够帮着它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就是当然 如果说每一个创业者 有自己的一招先的 这样的一个武器 固然是好的 但并不意味着 没有自己的独家的秘籍 你就不能在武林上 称霸 综合实力强 我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但是因为我综合实力强 反而我能够蚕食这个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机会 我觉得 你俩别吵 我觉得这个行业 根本就不是一个 有技术壁垒的行业 它是工业的高精尖项目吗 不是 它就是一个消费场景的东西 那么中国大量的投资项目 是只有市场壁垒 没有技术壁垒的 所以对于一个 20多岁的小伙子 我觉得大家有点求全责备 但是他现在做到这个样子 也有他能够立身的这个值本 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于一个20多岁的 初创企业的小伙子 大家可能对于他的要求 有一点过高了 那么对于他来说 其实跑得快 占据的市场份额大 那么他就是具有市场领先性的 在整个现场所有的这个意见 都一边倒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投资人来说 还是应该有一个支持的声音 去支持创业者 然后来去让他能够坚守 初心地做下去 因为毕竟这个方向 还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呢 它是一点一点地 去来蚕食这个市场 更何况它是用一个 相对比较先进的技术 去来覆盖这样的一个市场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他的那个0.02秒的那个迟延 还是有技术优势的 但是我就担心就是说 当你把钱给到他的时候 哪怕你多给一倍的钱 但是也不能推动他 业务有爆发性的成长 他需要的是客户资源 其实他不需要的 当我们把资源 都叠加给他的时候 他就能用他的技术 对 他就有市场地来 去赐他这些资源 我觉得这是我 一个没有短板的企业 一定是没有产板 他这个企业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貌似没有产板太多的短板 但是发现他没有产板 这个综合实力呢 他没有强到时候 变成一个披荆斩棘 就能够打下市场的 这么一个强的程度 没有一个特别的念领 让大家喷然心动的 就是要去出资 如果说愣是给这个项目 找到一个产板 我坦率来讲我也没找到 我觉得有点太普通了 总觉得它是一个生意 不是能够做 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公司 当熊总和吴总质疑我的时候 可能他做了一些 投资行业的布局 但是对展览展示行业中 可能和我的关联性 就之前投过的项目 关联性不是十分的强 我认为我们是有一个 很长的长板的一个企业 曲总您怎么看待 熊总这个观点 如果让您来投 您投什么样的企业 从我要去投的话 那在早期肯定是要投这个 就长板很长的 技术上你没有绝对优势 所以我说你怎么在你最擅长的 这一部分当中能比较快速地做大 你怎么去考虑的 其实这块我有不同的见解 第一个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企业 在技术优势上 没有叫绝对优势 只有叫相对优势 我们是针对于多媒体行业 提供了整体的这种 底层技术的算法支持 这个是行业里 一般公司不具备这种研发算法的 所以说我们在深度和横向上 打了一个基础 其实在市场终端逻辑上 展商考虑的就是价格 包括体验 效果 所以说我们的目的 就是快速地通过地推 通过行业资源的群推 然后去收集更多的服务商 使用我们的系统 然后实现整体快速的裂变 我们希望的是 投资给我们带来的 不光是资本 帮我们也是助力我们 部期一个我们的小短板 你听了一鸣的这个解释 二位的信心足了吗 我还是我觉得他没有想清楚 他自己这个事 短板就短板了 所以我还是坚持那个评价 他们总在强调一些 长板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赛道 有不同的长板 所以说对这个点上 其实我是不是很理解的 我认为他们没有了解 我们公司整体这个项目 但是在座的 可能还是有个会要出价的 因为是风险投资 他投完之后 他可能他的对长板的追求 他可能会更加要求 更加要强一点 所以这个不一定 特别匹配得上 好 接下来考验 各位投资人的时刻到了 各位投资人请出价 万荣资本雄俊四百万 丰厚资本吴志勇三百万 一天资本安阳二百万 唐兴资本公蒲林一百五十万 盛世投资花尾一百万 你看看这个厂商 他们用尽了心思 一开始熊总和吴总 那么质疑我 最后他们却给了一个 全场最高价 我也是比较吃惊的 其实说实话 一直说不看好的 出了最高的价 我觉得这串人的 这个逻辑能力 谈吐 这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后来我还是想 支持一下这小伙子 我发现这个里面 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所有的人都没有产板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机会 就是他就可以去改造别人 或者他去改变别人的机会 就会出现的 所以我最后我就出了一个 最高的价格 接下来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 签约谈判 一鸣来揭晓一下 你今天的融资金额需求 我今天融资的金额需求是 600万元 600万出涨10%的股权 就看你了 能做出初步选择了吗 那我先感谢一下 安总 花总 龚总 我想了解一下熊总 包括吴总 您在整体就是包括文旅 展示领域 投资布局 和对我这个项目 能起到多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我还是看中你这个人 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 然后我愿意支持你 我觉得你这个 你还年轻 还有很大的空间 很多地方的这个 这个类似的场景 我觉得我都可以帮你推一推 首先讲资源 就是我投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有这样的一块 智能化业务 所以我觉得你 我看你后面接受并购 我觉得这个未来就可以谈 你自己本人 我觉得很好 真的今天的表现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 我要最后说 是因为我觉得你的模式 要完全地变 因为你把你自己 做成一个SaaS公司 而不是要做成一个产品公司 你的公司的估值 包括你未来的这个路径 一下子就清醒起来 绝对不就是一个 红海的竞争了 但是我觉得初期 养活自己的公司的话 对 没问题 这个肯定没问题 养活没问题 还是要坚持现在的 对 所以它那个模式 只是未来的 所以不要听它的 对 不要听它的 听它的你现在就死掉了 不会死掉的 因为它本身就能收费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我建议 我同意你 立一个标杆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标杆要多立 所以说还是在坚持 现在的模式 只要关键是要 关键把那个小臂给做起来 你看 他们刚才质疑你 现在他们自己都起内讧了 所以一鸣 告诉我们 你最终的选择是 我选择 熊龙 请签约 第二位 好 表现非常棒 加油 加油 继续加油 好 我认为首先第一点 熊总是在文旅和展示上 做过一些公司的 一些基础布局 第二个熊总相对来说 他的出家预期 跟我的一些出家预期 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我去办法改造 我觉得就用怎样的一个 领先对手 半步的 高速的一个方式 来对行业进行 改造和梳理 哎呀 我上了他们两个人的当 这个老江湖啊 确实很遗憾 因为其实 从投资的角度去说 我觉得我给他的资源 应该是他最需要的 也是最多的 但是很遗憾 两位数字比我高 所以只能拱手相让了 商业应该做正确的事 而不是只做容易的事 现在的这个业务呢 可以作为一个 就是很好的一个基础 但是未来要做什么样的方向 把这个公司能做大做强呢 可能还需要再多花一些时间去探索 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赛手很优秀 但是赛道还是有一些 紧张很激烈 因为从他发展的这个速度来看 还不够快 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些策略和解决方案 相信在投资人的帮助下 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他把三维建筑图纸 加载平板电脑里 号称省钱又高效 为何却遭到投资人频频质疑 与现场的墙 梁 布等结构一一比对 一眼就能看出是否合格 市场的这个教育的难度还是蛮大的 是一个伪需求 它到底是一个阳点还是一个痛点 欢迎回来 说到特异功能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 自己之前看过的动画片里的情景 比如说穿墙术 隐身术 何控取物等等等等 可能很多人梦想当中 都有这样的特异功能 我们有一位创业者说 他能帮助您实现一个特异功能的梦想 这个特异功能是透视眼 来看看他是怎么实现的 有请他 自信发挥不要紧张 罗峰永安高峰 好 我们高处相逢 加油 大家好 我是罗峰 今天带来的项目是见所未见 它是增强现实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那增强现实 这是大家常听说的AR技术 那目前这项技术 已经应用在游戏 短视频 教育等领域 但在建筑工程行业 还未普遍应用 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建筑的三维信系模型 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可视化工具 那目前大多用于前期的设计和汇报展示 在施工阶段难以落地 那么使用我们传统的二维图纸 来进行施工时 就有可能会面临施工现场的办公室 大量图纸堆积 查到图纸时费时费力 而且由于二维图纸 未经过三维模拟建造的教演 所以本身可能存在问题 那对照施工 就有可能引起施工的差错 和反攻等现象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团队历经三年 利用增强现实技术 将三维模型与施工场景 无缝匹配 它大大提高了设计和施工的效率 那接下来 我们就以建造一栋 10层的办公楼为例 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工具 首先在设计阶段 我们先将设计院绘制好的 办公楼三维模型 转换成AR模式 然后在现场准确的位置 1比1直观呈现出来 做到所见即所得 它大大减少了设计上的错误 和理解上的歧义 那传统的设计图纸 都是平面的 不仅不直观 而且由于设计师们经验 和技术上的参差不齐 空间想象能力的不同 理解上就会产生偏差 在工程现场往往需要二三十个人 花大半天的时间来开设计协调会 那沟通过程耗时耗力 设计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施工阶段 一栋十层的办公楼 有超过一千张的施工图纸 在我们的工具中 应用独立的算法 将三维模型和图纸 全部加载在一个平板电脑里 如果工程师要查阅一根柱子的信息 只需要选中柱子 就会自动地弹出相关的工艺工法 等所有信息 而传统的工程人员 需要查阅某处工程墙图时 需要在平面图中 根据索引找到目录 才能查阅墙图 过程繁琐 还容易出错 而且在施工过程中 我们能够实时地现场比对 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出调整 减少工期延误的可能性 降低反工成本 有效管理施工 施工结束后 我们的验收人员就登场了 10层的办公楼 有超过6万处的结构需要验收 它只需要根据平板电脑里的 三维模型 与现场的墙 梁 柱等结构 一一比对 一眼就能看出是否合格 如果以10天为验收期 一个人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 我们传统的验收人员 需要将图纸 在大脑中还原成三维空间 现场发现问题 然后核对图纸 那过程非常繁琐 同样的验收时间需要20个人 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 那另外我们的智能算法 能够更加地快速发现 现场的错位 裂缝 等一些细节问题 比人工验收更细致全面 那进一步可以提高 我们的验收效率到30倍 验收交付后 我们还能让建筑的运营 维护更加轻松 维护人员使用我们的工具 就像有一双透视眼 任何隐蔽的工程管线 不需要看图纸 就可以了解所有的信息 那如果大楼某处掉顶内 发生漏水 我们只需要10分钟 就可以查阅周边的完整的 所有设备管线的排布信息 而以前维修人员 需要摸牌管线 核对图纸 可能要花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维修效率非常低下 目前我们已经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三项 软件著作权15项 2019年完成销售额300万元 那目前我们除了在国内 也已经在日本 新加坡 完成了我们的项目的落地 以科技赋能建筑 谢谢大家 欢迎罗峰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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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写出你今天的融资需求 来告诉我们 你今天出让的股权比例是 我今天出让的股权比例是10% 出让10%的股权 刚才听到了你的讲述 好像确实还是挺神奇的 但是能不能让我们更加直观地 再来感受一下 好了 我今天也带来一个短片 是我们验收的真实的工地项目 那有请工作人员播放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对某工业项目的预买管线 土建结构及装饰工程进行验收 这处预买管线有问题 遗漏了一根下水管道 会影响设备的正常排水 现场必须反攻 这里管道和模型位置也有明显偏差 经过确认此处不影响使用功能 因此只调整模型 现在验收图建结构 我们发现预留孔洞有问题 设计预留三个 而现场只有两个 需要增加打孔 或者管道向梁下绕行 需要多专业协调后确认 接下来我们验收装饰部分 体验一下我们的自动验收功能 通过算法比对 我们发现有一处位置有偏差 还有一处存在疑问 需要人工复合 经过一天的验收 我们一共发现32处问题 如果不及时处理 会影响施工进度 延期三天以上 增加10万元以上的成本 其实看了你这个短片 确实还是挺神奇的 就是不知道我们的各位投资人 和我们的创投轮值主席 是怎么看这个项目的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下一个环节 融资论欠 先来问一下曲总吧 您觉得这个项目够神奇吗 有应用前景吗 验收方面 我觉得确实是 应该说会大大提高效率 它的商业模式什么样 比如说怎么收费这块 软件的基础费用 然后会根据项目的规模 收取累加的使用费用 平均来说每个平方米 大概在3到5块钱 平均的一个项目的客单价 大概在10万到50万元之间 在设计图纸转化这块是怎么做的 设计图纸转化 我们会有非常自动的后台系统 那客户只需要将他们的 三维信息模型 往我们平台上上传 那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前端 来使用我们的功能 然后监理方面 很智能化的这个系统软件 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是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因为建筑商也分很多类别 对吧 那么有大有大型的项目 还有中小型的项目 那么你的产品更适合于什么类型的项目呢 我们一般会适用于两类重点的项目 一类是像商业中心 酒店办公楼机场 这样子的民用建筑 那还有类似高规格的生产型的工业建筑 那他们对建筑的质量要求非常高 而且他们管线非常复杂 那所以对于这样子的项目 是我们很好的应用场景 你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我们可以使用消费级的移动产品 在我们的工程 复杂的工程现场 达到两到五厘米的定位精度 那这里面其实会有很多 我们复杂的算法和软硬件 结合的一些技术在这里面 你的精度越高 你的客户质量越高 可能反而证明 说明你的市场越小 精度高也不会导致 它用户需求小 精度越高的话 我一检验 马上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对 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多好的事 所以我觉得精度越高越好 因为精度在这儿 所以其实大量的适用于 商业综合体或者是办公楼 就是所谓的这个工业和商业的这一块 对于住宅这个最大的市场 其实你的刚性是没有那么强的 住宅市场目前来说 的确使用建筑的信息模型 可能会比较少 比如说像地下室 像这种综合的一些场所 也会使用到我们建筑信息模型 比如说一般普通的民用的建筑 就是说我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我就看看那地方有没有眼 或者说那地方缺没缺 数一下就行了 我担心是一个伪需求 我们要做的可能是典型的城市包围 逻辑上其实有问题 并不是越精确的 或者越高质量的音源 就意味着实际越小 感业内的人一般都能更看懂 其实我们可以用高精准度的东西 去降维打击服务更多的一些行业 所以这是我们技术研发方向上 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你有数据能够证明市场比较大吗 我们能够服务的施工企业的数量 全国大概有6万家 那每家比如说平均每年 大概有5到10个项目 那我们服务它的客单价 大概在10到50万 那这个市场其实是规模巨大的 本身就还是很贵的 你想想它这个一平米 能够说的要收到3到5块钱 市场出去嘛 是吧 一个极小的需求 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市场 其实建筑企业对这个民营价格 不是那么太敏感的 因为我本人在这个行业里边也从事过 所以还比较清楚 其实它有很大的市场 特别我们国家的建筑市场的整个管理 还是比较滞后 比较粗放 这个应用场景可能在未来 它是一个可能相对 都能见得着的场景 但是我就担心你 你这个会不会先 这个先驱变成先烈的这个问题 因为你说成平面图纸到CAD图纸 现在很普遍了 但是你拿这个AI的这个图纸 AI的这个来验收的话 还有个市场接受的过程 你先把这个产品 这个模式都做出来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产品 要能够得到这个行业的认可 和大量的采购 还是十年之后的事情 那你岂不就变成先驱变成了先烈吗 这个问题很好 的确市场教育的成分 对我们来说很大 其实同步的像信息化 做得很好的日本 新加坡 已经有非常多客户 在使用我们的这样的项目 所以我们会同步地去根据 市场上建筑信息模型的普及程度 可能着眼的不光是国内的市场 那一些大的工程呢 那么应该自己会有一个 很完善的一个工程建立的体系 那为什么会要用你呢 那这样子的模型 其实在过去很少有工具 能够真实地把它在工程现场 能够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 按照模型来施工 过去是没有这样子 很好的工具的 我们起码能够比传统的这种模式 节省三到五个人工 也就是说这些人对应的成本 起码在一百万以上 客户的使用过程当中 客户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就是他们真的觉得 现在这种工程软件 和这种距离现实的结合 是大家的一个非常刚的一个需求吗 其实在前期的设计 以及我们的管线碰撞 也就是施工进场前 都有很好的应用 大家一直苦于往后 施工过程中间 持续的一个应用方式 所以大家非常接受 这样子的方式 也就是之前我们在一个 行业内的一个自媒体上 有过一次曝光 那马上就会有五百多家 这样子的客户来跟我们接触 比如说现在目前做 AR相关的这些企业 他看到您这个模式很好 他希望把您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他要做一套您这样的系统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需要多少人 首先我们领先市场的技术壁垒 大概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施工跟我们的AR结合 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研发 我们的定位技术的时候 在现场我们就测试了 不下十几种的定位方式 最后才选用最适合的两种 所以这个里面不仅仅有 我们纯的硬的技术壁垒 还有很多行业认知 所以我们实际需要 我们项目来打磨的这个时间 所以这块是我们持续的一个优势 目前用的这些硬件 都还是用Pad 就是比如说这个安卓也好 或者是这个苹果系统的Pad 是吗 没有专用的设备 对的 我们现在都使用通用的设备 包括应该说的苹果系统 安卓系统 也包括我们现在的智能眼镜 都可以来支持 像这样就是通用的这种设备 其实它就更降低了 您的这个就是竞争的这门槛了 其实抄一套您的这个系统 现在听起来 其实并不是特别难 手持设备的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它到底是一个阳点 还是一个痛点 所以这个可能是你在国内 就是拓客这一块 应用场景接口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仅只是一个Pad上面的一个APP 能够通过这个视觉的模式 去把这个就是验收当中的一些 这个功能把它替代掉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难 这个实现的这么一个功能 技术壁垒不是特别的高 那么在目前其实整个 这个大场景的行业 在萎缩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下游行业 在市场天花板上只会越来越低 现场会用的标准的 比如说我们的极光测会仪 或者是其他产品 只会在放养阶段来说 但在真正施工过程和工程管理中 是没有这样的尽量级的工具 还是更通用的设备 是更难的一个技术 用我们的工具就很快速地 发现了某一个问题 它可能这时候还是刚刚织膜 还没有浇火凝土 甚至我们可能这专业工种 已经退场了 到第二个专业进场的时候 才发现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不仅仅说 我们的反工成本 人力成本 更重要它可能需要停工 停工比如三天五天 那这样子的时间 其实就是上百万的一个双势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提高了 它的管理效能 是帮它来省钱的 如果人家自己开发这个功能 如果关闭了和你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对我们会不会有影响 在我们的设计端 也就是做设计软件 那我们会更加关注它的应用端 也就是施工 以及后面的运营维护 所以这个里面 我会做好很好的这个数据衔接 也就是说我们符合了 国际的数据对接标准 其实就很难封闭 建筑企业这个层面 是哪一个层面 他们更能接受你 你的市场的对策 主要是针对哪些客户先切入 我们的定位 放在我们的高端客户 也就是提到的 比如说央企国企 以及地方上的龙头企业 那在这样子的客户里面 建立我们的标杆的一个效用 虽然我们现在国内 建筑信息模型的普及率 可能不到10% 但比如说像日本 它已经达到了50%以上 那新加坡 它已经达到了 接近100%的这个水平 也就是说随着一个普及率 越来越高 会逐渐地往二线 三线的这样子 施工总报单位去推进 我们跟像新加坡 日本 他们在这个 这方面应用的这些差距 或者说是跟行业 这个监管方面的 就是标准的问题 还是说我们这些客户 就是你的客户的 使用习惯的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 行业习惯的问题 包括可能我们国家建设 在过去20年 其实非常快速 大家很难顾及到 说我们信息化建设怎么样 也就是随着我们的数据基础好 那使用我们的软件的习惯 也会更好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趋势 所以就说未来也许 就是说再过三五年对吧 那么在中国 其实这样的使用习惯 越来越多人 机构或者说建筑商等等 会改变对吧 对所以我们也会投入成本 在这块教育市场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市场 还是挺大的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也好 建筑也好 我觉得未来肯定 越来越精细化 数字化 对吧 信息化 那么日本像这个 包括新加坡的管理 就是比较精细化 应该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边呢 你可能要依托政府的力量 然后能够去提高 教育市场的这么一个效率 我觉得企业可能 速度就会发展快一些 好 接下来考验 各位投资人的时刻到了 各位投资人请出假 AC加速器使用500万 唐星资本公普林300万 这部分钱一方面的确不够用 第二个我们可能也 从听下来的一些感觉上 目前两位投资人 出的这些人民币资金 和当备用的资源 给我们带来的帮助 不是特别大的 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 签约谈判 罗峰来揭晓一下 你今天的融资金额需求 我今天的融资金额需求是 700万元 出让10%的股权 700万 现在场上出价流灯的两位投资人 二选一 好做选择吗 这边我想请我们的轮值主席曲总 给一些建议 你可能考虑两个方面 一个是考虑这阶段 你需要一些资金 第二就是看投资人在一些方面 大家谈到了很多方面 能不能帮到你 让你这公司能够发展更快一些 那我也想请教两位投资人 可能在我们的建筑领域 或者刚才提到的一些资源方面 可能各位有怎么样的一个 能帮我们助力的地方 因为我的经历上 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所以的话也比较认识 比较到位 如果我能投你 那我也愿意后面 把我的资源导入到我们这个公司 能够帮助这个企业一块成长 这个项目和我们最喜欢的这种 这种企业的风格是特别一样 那我觉得我这边的资源 那一个是建筑这个行业 建筑事务所的一些行业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关系 有一些是一些地产的开发商 那我觉得有可能也会有点助力 所以罗峰 你最终的选择是 我最终的选择是 我最终的选择是 放弃 谢谢 那非常遗憾 非常遗憾 你为什么会放弃呢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融资金额 有一些差距 另外一方面 其实比较希望 有一些高估值的一个情况 非常遗憾 非常遗憾 祝你创业之路顺利 好 谢谢 今天讲得挺好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往山顶又进了一步 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 投资人对这个行业 有深刻的理解 这样子我们在可能 在长期的发展上面 大家会有更一致的一些观念 我们需求的是700万 那如果有一些差异的话 可能也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最后我们给的是500万和300万 跟它的差距有比较大的差距 我觉得它不应该把这个估值 看得那么重 因为在这个阶段 资源的整合和局面的打开 那么更需要的是 钱背后的 这种很多的帮助 和增值服务和资源 我觉得它可能 也许这家公司它的结构 未来要向海外发展 它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 偏建筑实施的这样的资源 但这个资源 对国内的这种企业来讲 还是有一个距离 我的投资发反论理 有一条是以中为始 我不知道它这个项目的 终点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团队 和技术都还不错 这个创始人的背景也挺好 但是就是市场 对这样的产品 是不是能够迅速形成 强需求和购买力 这个还需要观察 我觉得大型的建筑设计研究院 如果降维来做它这个东西的话 对它就会是致命性的打击 我觉得市场的 这个教育的难度还是蛮大 所以它们可能需要更长的路要走 所以只要持续地再做个三五年 我相信还是能够干住一番天地 创影英雄会栏目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小微一带 助力小企业 带来好未来 创影英雄会栏目 每周五晚会准时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的屏幕上等候大家 欢迎每一位有理想的创业者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会给大家提供最好的资金技术和资源的支持 感谢各位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创投圈大咖说 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第一个就是要有伟大的格局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长期的持续的一个前瞻性 第二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思维 不仅仅要埋头拉车 更要抬头看路 第三个要有非常好的凝聚团队的这种能力 能够走成一个优秀的一个互部型的团队 第四个应该不但地能够与时激进 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把企业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融资 创业者有哪些钱可以拿 哪些钱不可以拿 我觉得第一块来是真正的是 不光能是给钱 还能给到公司很多资源的这种钱 第二块来是说 既能够不光是给钱 还能够帮到创业者的这种钱 在公司的未来的发展 运营 人才 IT地建设 战略 文化等等方面 能够带来富人 第三个呢 不光是说 这种除了资本之外 还能够驱动公司未来发展 那反过来说 哪些钱是不该拿 一种是急功近义的钱 这种钱是说 进来就是马上就要退出 或者说仅仅是在资本上 这个尽快地得到一个差价的钱 第二块来是这种 比较有非常明确的套利性质的钱 第三块来就是说 对创业者非常苛刻的钱 或者说对创业的经营 造成长期的干扰的这种钱 创业者与投资人该如何相处 这种最好的方式是说 在投资之前 就有一个很好的契约 能够非常明确 国子的边界或角色 然后大家国子分工 第二个就是说 通过这种长期的模活 或合作以后 形成相互的理解或认同 第三个 创业者本身 也要更多地去取得 投资人的认可和信任 保持公司的透明度 然后也取得投资人 更多的信任 就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才能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状态 未来十年 对创业者有什么建议 未来十年 我相信对创业者 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十年 因为在中国 从宏观产业政策来说 对创业者的一种支持力 都是越来越大 是需要我们创业者本身 抓住新的技术浪潮 然后与技术驱动商业 驱动你的创业的 这种商业变现的机会 最终形成自己企业 不但地做大或强的 这么一个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